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刚刚所提及的加倍内容 名为死亡之热 到时候完成收藏加挑战过后 训练师们就可以遭遇入手脱可忍者 然后还可以入手到一个宝分 以及一个薰香 另外勾兑在联盟也会落在 11月1日的时候开始 大概维持一天的时间 训练师们完成过后 可以收到奖励为4倍的一些 获胜新城奖励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 万圣节杯将会在举行之活动 结束的时候才落幕 来看看活动期间野外受影响的宝可梦 其中包括有卡拉卡拉 香热种子 黑暗鸭 带卢比 勾魂眼 还有毒蔷薇 另外训练师们运气够好的话 还可以遭遇到香热花怪 然后飘飘球 还有就是哭哭面具 需要特别注意哭哭面具 该次是除了在万圣节活动之外 首次在野外出现 受熏香吸引的宝可梦 其中包括了就是有 卡拉卡拉香热 种子黑暗鸭 带卢比 勾魂眼 还有毒蔷薇 运气够好的话 还可以遭遇到阿罗拉形态的 卡拉卡拉以及就是哭哭面具 哪些些宝可梦都有机会 会出现到闪光版本 可以调查相关的特色宝可梦 将会更换为卡拉卡拉香热 种子阿罗拉形态的 卡拉卡拉以及毒蔷薇 另外刚刚也有稍微提及到 活动期间训练师们 将可以在三层领取免费的礼盒包 礼盒包内容 除了有刚刚所提及 一个免费的熏香 还有20颗的一个红白球之外 训练师们也可以免费 领取到免费的 亡灵节T恤服饰一件 另外本周的聚焦时刻方面 也是烙在11月2日的傍晚6点至7点之间 持久仙人掌将会在 该次的庆典活动中出现重叠的情况 所以训练师们在活动期间 还可以额外获得2倍的捕捉糖果 作为奖励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不久后 也就是11月1日以及2日在购游戏中 将会迎来全新这个亡灵节活动 各方面许致的一些内容 还有详情 希望该方面的资讯 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时间差不多 影片之后跟他说一下 影片之后言论呢 仅供参考 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 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再见咯 Bye